我们这一节来讲的就是 Vimeo这个平台 Vimeo这个平台跟YouTube一样 它是一个可以上传影片的平台 然后可以去分享影片的平台 那我现在先打开浏览器 到这个网址 vimeo.com 这个网址 这个网站呢 它跟YouTube一样 就是可以上传影片 但是它最大不同呢是它可以去上传 可以锁码的影片 所谓可以锁码呢就是 一般人要看的影片呢 你可以把它锁住 让一般人看不见 那你可以设定密码 让他可以去输入密码之后看到 或者是 把这个影片 放到你的网站里头 那你的网站呢 你要放在你的网站的 会员网页里面 像这个会员网页里面 这边有个 我的懒人包系列课程这里啊 像这边的课程这个网页啊 我点击的时候 它会修出一定要登入账号密码 那这个就是我的会员用的网页 一旦我登录之后呢 我把它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呢可以看到 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我就是从Vimeo把它签入的 那我们在交webally 驾站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告诉你 怎么样把 签入码放进来 网页里头 这个签入码包含 YouTube的签入码 Vimeo的签入码都可以 把它签进来 那所谓签入的意思就是 这个网页本身 并没有包含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本身譬如说这个影片它事实上是放在Vimeo这个平台里头的 所以签入的意思就是从外面的网站 放进你自己的网站 这个就叫签入 有的人念砍入 那不管 反正就是 别的网站的资料放到你自己的网站里头 这个就叫签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Vimeo这个平台啊首先你必须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 你要有这个账号你才能够登入 之后呢你才能够上传影片 那Vimeo它有分付费跟免费 那刚刚讲的那种 签入的方式呢 你可以像这个方式是付费的方式 付费之后呢Vimeo的logo就不见了 就不会有Vimeo的logo 有那个logo跟没那个logo差别是很大的 有logo的话呢你点击logo它会直接跑到Vimeo的网站去 他直接跑Vimeo网站去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去锁住那个影片 让人家 不知道他在哪里 不知道他在哪里 假设他这边有一个logo的话你一点击 他就跑到Vimeo去人家就会知道哦你这影片放在这边哦好那你就把这网址给复制起来 分享给其他朋友那其他朋友点击那个网址就可以看到影片内容了 哇那你这样子 付费 要收费的影片内容就被看到了 所以 你要付费给Vimeo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会员可以用的功能 就是把logo移除 让人家没有办法点击logo 跑到Vimeo的网站去看这个影片 官方的ód片